哈囉大家好,我是SUNNO,歡迎來到紳士越界賞單元 每個月幫各位採來看看 Steam與Duel賽事上最新的色色遊戲到底有不OK 那這個月相對平淡了一些,但也有些不錯的加注 不過在開始介紹之前,我有開一個Discord頻道 會在裡面談論天安地盃以及紳士話題 以及為真理好我所介紹過的紅油補丁 有興趣的玩家們可以進來看看 那現在有加入YT會員的玩家 每個月紳士越界賞裡面的重點內容 我都會放一小段在上面 讓你們再挑選遊戲時限度的參考方向 好啦,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月究竟出了多少好康的吧 鄉間時去夏日談 售價268元 憑價340篇主流的86%幾度好評 加速男主跟隨爸媽 在暑假期間回到鄉下跟姑姑住在一起 這個劇情我說要夏日狂想起嘛 那在一陣閒話家談之後 開始為期30天的鄉下生活 那這過程就是到處走走落落 跟小夥伴們一起玩鬧來觸發各種劇情 那主角一共能夠攻略3加2位女主 而布魔環節相當優秀 像是懵懂無色兩人 看到隱藏在深山中的小本本 而開始互相探討起身體奧妙 又或者是對小真太主角感興趣的大姐姐 本來按捺好心中那股抱在懷裡的欲望 但誰知道主角惡作巨王火 而觸發出洪水猛獸 那布魔的過程由著斷面圖多方式小等 開發團隊可謂是下足苦心 使用度可說是相當高 但隨著大家越來越熟悉 我們也會逐漸了解 每一女主之間竟然都有男一母沒有創傷 像是姑姑因為數十年前的災難 導致她不敢踏出家門 只要走到馬路上就會感受到絕望 而男主則透過陪伴交流 來一一治好女主們心中的黑暗 前期你會因為色色而不斷探索 慢慢的到了後期 你會想要了解角色間的經歷而不斷前進 然後被治癒 四款在劇情描寫上下了蠻多功夫的作品 不過唯一的缺點就是主業感很重 像是想要往後看劇情 就得要提升女主們的好感度 然後就得每天抓蟲釣魚戳轉蛋 來送給女主們這樣 但抓蟲釣魚戳轉蛋好玩嗎? 不好玩啊! 你玩個一次兩次圖個氛圍也就算了 你竟然要重複這個步驟三百次 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 真的是會抓到瘋掉 而且劇情與劇情間的過場 慢慢吞吞的 要知道這是以劇情為主走遊戲 但每次看劇情 每次就得要讀這緩慢的過場 然後發呆個兩三秒 頻率之高真的很糟 甚至有些劇情的回憶場面 就是一張張圖的淡路淡出 節奏慢慢慢慢的 然後繼續讀過場 這些真的非常非常的消磨一致 要不是因為好奇結局 不然我真的是會玩到一半而氣坑 本來是一款好好的佳作作品 但因為拖他的節奏 而打壞了整體評價 所以我會把本作放到普通等級的遊戲 是可以買但不是必買 如果想買 我會比較推薦給有顆心靈祥和的心 以及喜愛看劇情的你 這樣才比較能玩到最後 深海荒夢 收價179元 評價180pm 左右的81%幾度好評 加速外星位置存在來到地球 然後人類投降了 而投降的代價就是 每隔一段時間要往森林投入女孩子 就這樣開始遊戲 然後法師俯視角射擊玩法 沒打過關卡就能選擇要強化的選項 像是提升攻擊力、射速、準度、儀速等 或是也能夠買槍支武器以及生物 來永久加強這局玩法 直到挑戰最後的BOSS 那一共分成三大關 差不多一個半小時左右就能玩完 那玩起來 四人玩這種玩法只要不要亂搞 都會有個基本的遊戲性 但也就這樣而已 沒有讓人眼睛為自己亮的特色 就是非常基本的操作 而且遊戲有很多不夠好的地方 像是劇情虎頭蛇尾 打完三關就沒了 加血也沒做好 像是裡面有個道具叫子子炸彈 能夠消除所有彈幕 但沒教怎麼用 知道我亂按亂是才是出來的 要按Q才行 也有一些BUG 像是有撿到此戰能夠追蹤敵人的生物 但偶爾不知道為什麼打怪的時候 子彈竟然會轉彎散開敵人 而非追蹤 那補膜環節則是還行 被怪物打倒之後 會有個小小的像素動畫 而補膜完又大圖插分 會跑一點劇情 圖是香的 但問題就是 那個字幕是星系名體 而且解析度還不高 看得很吃力 中間來說本作各方各面都不太OK 所以不太推薦 如果要買建議打折再買 暗黑地下城 售價188元 評價40篇左右的無數%褒貶不一 這款的來歷有點特殊 在去年2023年時 AI繪圖技術流行 引起了廣大風波 那本作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就是在Diosite上所販售的首款AI黃油 雖然在當時爭議非常大 但因為討論度很高的關係 所以賣得相當不錯 那如今漢話好了 也推出到Steam上了 縱使Steam評價不這麼好 我還是想要嘗試看看 當時運用了AI繪圖技術的首款AI黃油 到底做得如何 那世界觀實在講說 有個城鎮突然冒出大血洞 然後不斷地冒出魔物 所以世界各地的冒險家 將要來攻略這大血洞 那無法就是分成不同關卡 有簡單也有困難 然後築成1到100層的深入探索 途中可能會冒出怪物 也有機率碰到休息地來補血 直到龍族過裝備 但既OK了 就能挑戰100層的Boss 贏了之後就能挑戰更加困難的關卡 那這種差不多類型的玩法 我在上次月見商影片中有介紹過 就是在Diosite上賣的地下城與少女 四款值得推薦的作品 而他值得推薦的原因在於 玩法的豐富度相當高 所遇到的隨機事件很多 裝備搭起來也有趣 但本作暗黑地下城卻是非常基本款的那種 隨機事件並不多 裝備搭起來也很無聊 就是刷到更強的裝 然後挑戰更強的地下城 不斷重複這個動作而已 唯一值得慶幸的就是 好險的加速功能 所以你能快速的看見自己變強 最少玩起來能有一些回饋 但玩起來就跟手遊有九成像就是了 所以我會覺得很可惜 因為遊戲一開始給我的驚喜是夠的 像是很挑選的初始職業很豐富 所有人遇到的NPC也很多 所以一開始 我以為這是一款內容量相當龐大的作品 但實則卻讓我很失望 全都是複製貼上而已 只要摸個一個小時 就差不多玩完所有內容了 剩下的就是數值堆疊而已 有點雷聲大有點小的感覺 那補魔內容也是 每個角色有三種色色可以攻略 但不管學哪種 全都是一張不會動的色色AI圖 以及有個小小的GIF斷面圖會動這樣 實用度相當低 然後角色之間又有姿勢重複的問題 很多都是換臉貼上 所以實用度又更低了 就很可惜 感覺出來 開發團隊一開始雄心壯志 設計出一個很好的框架 但到最後卻草草收尾 我想開發的這麼匆忙 平等應該就是要首款AI黃油這個名號而已 中間來說這款能玩 但比這好玩且實用的黃油有很多 除非你想嘗鮮塗個熱 不然這款完全不推薦 此費城的少女 售價179元 評價220篇左右的92%幾度好評 講述女主在貧民窟當中生活的日子 然後法是非常經典的卡牌遊戲 看費用出牌攻擊防禦 勝利之後三選一獎勵來新增卡牌 能去商店購買生物來永久加強自身玩法 唯一的問題就是沒有新手教學 如果是第一次接觸卡牌遊戲的人可能會非常茫然 這點需要注意一下 而且內容量也出乎意料的少 滿打滿算也才9個關卡而已 那人用的卡牌也很少 所以玩起來也就那樣 有著小問題但不好也不壞 如果有經驗的玩家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就能玩玩 那戰敗的話也沒關係 所攜帶的卡牌與生物將會保留 讓你以更強制之來重新挑戰 不過補魔方面這就不得了了 使用度可說是相當高 女主可以因為缺錢而去打工 而打工內容就是幫有錢男人補魔 或者對上敵人戰敗的話就會被抓起來當眾補魔 那女主也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了 過個一晚也只會抱怨個幾句 然後繼續生活下去 雖遊戲玩起來普普通通 但在使用度相當高的情況下 這款非常可以賣 如果你喜歡思學少女風格作品的話 那這款值得入手 又或者是參與抽獎活動 非常感謝芒果派對來給身世郵件賞的觀眾 無阻死廢城的少女Steam需要來抽獎 那抽獎辦法很簡單 針對這個月哪款遊戲感興趣 寫些新的留言之後加上芒果派對就能符合抽獎條件 加些規則放在字底留言 那芒果派對是黃油發行商 在Steam上推出了相當多優秀的作品 像是近期的下色蟹草等等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看看 或者加入芒果派對官方Discord頻道 來第一時間獲得最新消息唷 那接下來介紹 第六賽特該月看起來不錯的三款補膜作品 首先 雨依那房間裡孤獨少女的物語就有俗獲傷害 售價255元 銷售數量為1275款 講述有名女同學都不來學校 於是老師派你去她家關心一下 然而法就是有選擇導向的劇情遊戲 根據不同的選擇就能看到不同的結局 結局有八九個之多 但是內容量非常的短 全結局通關也就15分鐘左右而已 而劇情也是非常的跳 像是你到她家關心一下 得知內幕 然後過個轉場就結婚 開開心心的過日子 而這算是最長的流程了 但也就七八分鐘左右而已 就能知道有多短了 不過補膜環節相當不錯 本來開始我的第一印象是 沒塑好單預設的補膜知識很詭異 看久了會感到恐懼 所以本來不太推薦的 直到點開這左下角 發現有更多的其他的知識 喔哇!彷彿看到新大陸一樣 有很多很不錯的內容 雖然流程有回饋上還是有些偏短 當煮菜可能比較沒辦法用 但是當配菜卻是相當不錯 就是有點搞不懂為什麼要把姿勢的選項藏起來 以及為什麼要預設一個不好看的姿勢給你看 就有點莫名 但總起來說這款還是相當推薦的 就是左下角這邊要記得點開來看就是了 激爽女性按摩色色按摩院 售價510元 下售數量2325款 這算是色色按摩模擬器 開局選一人來按摩 你看他不喜歡的話也沒關係 可以重複刷 而奇特的是竟然還有不同畫風 有點神奇 那選好開始按 沒人身上有兩個點 一個是疼痛點 一個是敏感點 疼痛點按法有點奇特 依照不同圖 四後圓形正方形六角形等 你需要點一下長按點兩下等來超出 這代表除非你能記下所有按法 不然每次要按的時候 你就得打開教學 對照一下才能按好 玩起來有點莫名其妙 但好險只要按一次就行 而敏感點就隨意了 隨便按就能提高敏感度 敏感度代表就能色色 而色色緩解有好有壞 好的是會動 而且還有類3D的效果 但不好的是表情完全沒變化 1號表情從頭到結尾 頂多加上臉紅或喘氣煙霧這樣 而且不同角色之間還有重複姿色的問題 就是換臉貼上 所以回饋很低 使用度並不高 那按多了還能提高等級 去商店解鎖技能來使用 或者買服裝給吉祥無貓貓穿 玩起來只有前10分鐘有新鮮感 後面就是滿滿的初月感 加上這高昂的價格 因此完全不推薦 不過技術力是有的 是可以期待開發團隊的後續作品 我的感官遮斷觸手地牢 售價370億元 銷售數量14780款 你是一位剛復活的魔王 為了快速恢復力量開始修建地下城 那核心文法就是錢滾錢的概念 你得要蓋基礎設施來擴建人口 然後花錢買下冒險者 接下來再蓋陷阱 把冒險者丟進去 過一段時間 冒險者被陷阱弄得快樂了 就能獲得金錢 而快樂之數有多寡 還能升級天賦能力 來解鎖更高等級的設施與陷阱 就是差不多這樣的概念 當然為了不要那麼單調 遊戲還添加了許多變化 像是當冒險者懷上觸手 就得要蓋排卵防讓他殘暖 沒體力的就要把冒險者移到休息房 也能透過洗腦房來加速快樂條 讓冒險者更快的產出金錢等等 你需要不斷的看情況來調整這樣 那玩起來如何呢? 只能說這是網顧壓力最大的黃友了 因為裡邊處處都談錢 要產出 就得要買冒險者也要蓋房間 而每蓋個房間 除了要花錢蓋之外 還得每天要付維修費 這就導致你必須想辦法 在這一天當中的收入是高於支出的 不然沒錢付款的話將會game over 但問題就是 遊戲賺錢速度太慢了 一個不小心將會以失敗告終 所以遊戲還有設計借款功能 你可以借錢來應急使用 當然一旦借錢的話 每天還要付額外的利息 OK好那按照一般的邏輯概念 一定是一開始先主量借款 然後想辦法快速蓋設施來快速賺錢 來讓錢滾錢這樣 但問題就是 除了每天要收錢之外 每5天地下場還會再收一次額外的錢 這就代表你每天光付那些維修費的利息 就快壓得你喘不過氣來了 更別說蓋新設施來加速賺錢了 可能你在思考如何翻身 於是就會借更多錢來蓋更多設施 但這樣就會逐漸地陷入借錢還利息的境界 根本賺不了多少 當然你可能會想說 那就不要借不就好了嗎 但問題就是遊戲要設計天數的概念 在第三四五天之前 你若沒賺到足夠的錢來點特定天賦的話 那就會直接進入壞結局 所以我玩起來 你必須小心一一的call細節 然後省那幾十塊錢 為了就是不要借那麼多錢 我玩起來真的壓力很大 而我重新玩了四五次 重獨檔上百次 我還是玩不到終極階段 我玩到最後我就卡不住了 直接用修改器把錢縮滿看結局了 那補魔環節如何呢 只能說美術真的很有料 說放的陷阱與房間都可以放大來觀看 冒險者掙扎快樂的模樣 像素動畫做得很用心 而且沒完成個幾天 還有大圖差分的主線劇情給你看 主要是以觸手跟感官這段落序 人格排線內容為主 挺不錯看的也挺捨棄的 但問題就是 壓力大到你根本無心享受 每次在思考的就是要如何省錢賺錢這樣 所以縱使美術再好 現階段還是非常不推薦 當然這款的問題也就有小問題而已 就是把賺錢的倍率提高就好 平衡性如果搞好的話 那就是一款不錯的作品 所以有看到平衡更新公告的話 那就差不多可以入手了 不然現階段玩起來的感受 就是來讓我們提前感受到 未來我們可能都會過著生活 就是有一對房貸、車貸 以及孩子的教育費在煩惱的時候 你每天只能過著 早餐不敢點奶茶 中午不敢夾乳蛋 下班的時候不敢買杯手搖飲 經濟業業的就是為了省那幾十塊錢 為了是什麼? 為了就是希望能早點還玩債務 這款玩起來就是那種感受 壓力好大 好啦這期就到這邊 這個月可能相對淡季了一些 沒有神助級別存在 橫空出世 有點可惜 還是有?我沒看到 可以在底下留言推薦一下 好啦那最後跟第二次合作 可以點進資訊欄裡的網址 來免費領取限量第二次的優惠券 來讓你買遊戲時能夠更加便宜 有需要的話再去領取 那最後也非常感謝 這幾位生神秘雄的支持 阿里卡豆 那我是Dunlow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